不是 你就是我的相亲对象 你好 是我 好什么好 你咋是个破塌车的 不是 这个车我刚刚 是什么是 我问你 你这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不算上奖金 三千五百块左右 什么 三千五百块左右 我说大哥 我父母一个月给我的零花钱 那都是你三倍啊 就你这德行 怎么好意思出来相亲呢 你说这咱俩以后 要是真在一起了 我要是看上一个什么 新款的LV包包什么的 你不得咱个三个月 才能给我买得起啊 就你这样的 你配得上我吗 真是 萌萌 我看这位帅哥 任毛老师这个 真挺好的 好什么好 就他这样子 配得上我们他 那你说 什么样子才配得上你 是那些刚加你微信就关你叫老婆的人 还是那些晚上在酒吧往死给你灌酒的人 或者说是那些整天夜不归宿 在外面给你戴绿帽子的人 你 你什么你 我来是跟你相亲的 不是来听你数落的 你要是觉得咱们合适 咱们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要是觉得不合适 你也没有必要在这冷超热讽 怎么着啊 你就还不然说来你 哎呀萌萌 这个年纪没钱很正常 而且我觉得这位帅哥 人挺老实的挺努力的 努力有个聘用呀 我说大哥 这年头呀 有钱才是王道 而你 啥也不是 原谅我们走 什么玩意儿 帅哥 你别介意 我朋友他就那样 来 谢谢你啊 美女 美女 我感觉你人马好了 你有男朋友吗 我 我这两天没有 那 你看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这两天没有 我 我这两天没有 我 我 我愿意 我说婷婷 你可想清楚了 她是个穷包蛋 你做她女朋友 你别后悔呀你 老板 老板 你给我起开你 帅哥 真没想到 你还是个大老板呀 这我刚才呀 还以为你是个擦车的呢 那个 我才是你相亲对象 我是 美女 你们家这么有钱 咱们不合适吧 哎呀 帅哥 瞧你这话说的 你看 你是一个大老板 这我爸呀 这又是好几万呢 咱俩在一块呀 那就强强联合 你给我记住了啊 你们家里面再有钱 那是你爸妈的 如果说你的价值观不正 那就什么都不是 父母给你的 那叫背景 只有靠自己双手亲手打拼下来的 那才叫江山 咱们走